请问临终祝念 往生者的冤心在主和祝念的人之间 是否会产生什么问题 甚至于因此皆无缘 这个不会 祝念是真实功德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一生当中最需要的 就是在临终的时候提醒他 不要忘记念佛求生 临终的时候最怕的是 他对世间世缘放不下 他还有贪念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 那这就完了 他往生的机缘就失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他 提醒他放下外面 一心念佛求生尽度 所以祝念的时候 不要任何开示 任何开示都是大现场 对他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句佛号 什么时候给他开示呢 他说他看到什么某某人来了 或者看到什么某某菩萨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提醒他 不要理他 不可以跟他去 阿弥陀佛来才可以跟他去 不是阿弥陀佛 不可以跟他去 冤亲债主 他会变现其他佛菩萨形象 来骗他 那这个护法神 他不干事 你要是变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来骗他 护法神干事 那为什么呢 这是本尊 你搞变现其他的 那是冒牌 冒牌不是本尊 这个护法神可以原谅你 你如果变本尊的时候 护法神干事 他不敢变 所以一定自己心里要有信心 阿弥陀佛来 绝对是真的 其他的佛来 都是妖魔鬼怪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有这个认知 你就不会错了 所以跟这个祝念的人 祝念的人一定得佛菩萨加持 不会惹上这些 除非祝念的人心邪不振 那你就会受鬼神的干扰 如果你心地清净震大光明 鬼神看到也尊敬 也不会找你的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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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